希望啊 那再接下來其實就是 進到了小高 五毛跟 國豪、田浩他們這一個時代 是 林俊 列英在戰神上面的話 他們的對戰組合是沒有優勢的 所以他們在必須 英吉 抓到進攻籃板 五毛再塞給英吉 藍地下 英吉造成的犯規 英吉的平均表現是12.9分 13.3個籃板 那昨天他攻下22分 也曾經三場砍下過15分 還有速球 球威強不來之後籃球又上 五毛 回傳 胡鼎這裡 藍地下再早英吉得分 來這回也好 那其實我們在 歐洲的系統比較常常在做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像 如果是比較偏美式的話 你會看他們就會當球員說 是直接去做一些對球 沒錯 沒錯 李漢森往前推進給中堅英吉 來了 雙手中腿 STEP DROP 整個轉換防守上面的時候 大家沒有很專注在球場上面去溝通 說誰要先把球停下來 或是誰要去追Trailer的人 所以這個是我們常常會跟球員在講 說其實少數年輕的球員裡面打球比較 要很幹髒活的球員 是是是 哦 英吉這裡蓋了一鍋 但是他在台灣這段時間是 有史以來最受的一個情況 他也是非常努力的復屆想要回到 想要回到比賽 這個機會產生了差一點點 給中間呂冠廷好球 對 所以球被人還是要流動起來 在防守端的話 李漢森 哇 這個球 余冠廷再最後來回給英吉得分 哇 這個球給到了 所以這個小球叫你英吉雙手捶了進去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在第三第四節 台鋼這邊比較混亂的時候 其實可以想辦法找出一個點 來作為攻擊 因為其實在比賽的時候 用點來攻擊的話 是球員在執行面上面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你看其實剛剛大頭在POST 去做攻擊的時候 我們這樣接通手切 然後反而造成出 有一點散掉的話 台鋼其實要不要透過一個暫停 把球員的心態再抓回來一下 雲豹這裡在三節後段就拉開領先了 三節基本上沒有人守 就是克羅馬 那他在今天也快要大三圓了 差三個智光 有休息的空間了 其實就跟我們開賽前面提到 其實克羅馬會是今天整個 兩隊對戰最大的優勢 那台鋼就是這一邊 還是沒有辦法去 所以就是因為 球員生下後期轉變得太好 所以變沒有人相信我們會跳 哇 你這麼一句話稱讚自己三次 說話的意思